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尔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本周受到川普总统出院 以及刺激法案进展反复的影响之下 美股持续震荡 不过本周三大股指均出现了不错的涨幅 道指本周上涨了3.3% 标普白指数涨了3.8% 而纳指则是上涨了4.6% 是8月份以来的最佳表现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是开高走高 川普总统病情好转 加上新一轮的刺激法案通过可能性大增 美股开盘走高 而尾盘时呢 川普总统又推文证实 他即将出院 这个消息更是助攻美股 主要指数持续攀升 在收盘时呢 道指是涨了465点 纳指也涨了超过2个百分点 而周二美股则是出现开高走低 开盘时 由于两党持续刺激法案谈判 加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持续喊话 希望国会能够加大纾困力度 华尔街乐观期待刺激法案出炉 美股开盘走高 然而川普总统在盘中 突然喊停了新纾困案的谈判 造成市场茫然 主要指数呢 是转为收跌 波音重挫 道指呢 是收跌了超过300点 纳指也下跌了177点 来到周三美股出现反弹 川普总统有别于昨日叫停谈判 周三呢 他的态度又转变了 呼吁国会要立刻通过 航空业和小型企业的纾困案 并且喊话 准备签署针对新的新纾困措施 华尔街的情绪呢 又被他挑高 争相的竞购价值股 航空邮轮股 而主要指数呢 是同步上扬 道指在收盘时 是涨了530点 创下了7月中旬以来 最大的单日涨幅 而纳指呢 在周三也上涨了210点 周四美股持续收高 由于川普总统表示 新的刺激计划谈判 正取得进展 再加上上周收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连续第二周下降 美股早盘集体开红 不过盘中时呢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 没有全面性的大型刺激法案 就不会有单独的 航空股的纾困案 结果航空股是硬升下跌 道指也一度翻黑 所幸呢 能源股在收盘时是领涨 金融工业股也表现不俗 最后主要指数仍维持上涨 道指收盘涨122点 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呢 也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来到周五 美股仍维持上涨走势 随着白宫对大规模纾困法案 释出开放的态度 周五呢 美股是延续了前两日的涨势 白宫提出准备全新的规模 1.8兆美元的纾困计划 财政部长梅鲁钦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在讨论提案持续的讨论 白宫希望能够在选前就能够通过 消息激励了美股收盘上涨 收盘时道指是上涨了161点 报在28586点 标普百指数上涨30点 报在3477点 纳指则是上涨了158点 最后收报在11579点 至于刚刚过去这周在经济数据 还有企业消息方面呢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航空业 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西南航空就首次要求工会 要接受减薪的方案 来避免公司在明年 可能要实行强制性的无薪假和裁员 另外呢苹果也终于正式祭出邀请函了 第二次的秋季特别发表会 定于13号就要正式登场 终于要推出国粉期待已久的iPhone 12 接下来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苹果公司宣布定于10月13日 举办新产品发布会 预计将揭露新型iPhone 活动于美东时间下午1点开始 由于新冠病毒持续传播 将采取网络串流直播 活动将在加州库比蒂诺的苹果总部举行 苹果邀请函上以high speed作为主题 明显双关high speed的含义 这暗示着iPhone 12采用支援5G和A14处理器的高速运行 苹果预料将发表四款iPhone 12均支持5G 包括两款高阶的Pro款 以及两款常规款 预估将采用类似新款iPad Air和iPad Pro的边框设计 CNBC整理传言指出 新款iPhone的屏幕尺寸 可能包括5.4寸的iPhone mini 两款6.1寸的屏幕版本 以及一款6.7寸的银屏版本 由于迟迟等不到联邦进一步的援助措施 在美国两大航空公司 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 开始按原定计划裁员3万2千人之后 西南航空执行长Gary Kelly也表示 如果政府无法提供援助 公司全面性的截留计划 将从明年1月份开始执行 他指出 希望公司能在此前与工会达成减薪协议 那就得以避免在明年进行裁员和无薪假的措施 Kelly指出 由于纾困计划已经过期 西南航空根本无法继续维持全新和就业条件 他表示 西南航空的成本和支出已被大幅削减 但仍不足以弥补高达70%的营收亏损 薪水、工资和福利 已经远远超过公司的成本计划 数据显示 美国4家最大航空公司的总失业人数已达15万人 航空业依然期待 国会及财政部长梅努钦 能达成进一步协议 当局正在考虑一项数兆美元的纾困法案 其中包含对航空公司250亿美元的援助 Levis牛仔裤制造商Levis Trussis公布 第三季的净收入比去年同期下跌27%至10.6亿美元 优于分析员预期的8.223亿元 Levis指出公司女装市占率上升 网络销售额猛增52% 但是这些收益不足以抵消其他部门损失 净利下降78% 由上年同期的1.24亿元降至了2700万元或者7美分 调整之后为8美分 优于预期的亏损22美分 集团行政总裁Cheap Birth表示 虽然直接销售与消费者的计划成功 但仍计划扩大零售分销点 包括争取在明年底前 住进Target的500间分店 目前只有140间分店销售其产品 同时集团计划在Dick Sporting Good分店销售产品 公司一区本季的收入跌幅介乎14%至15% 优于分析员的19.62%的跌幅 每股经调整之后的盈利 介乎于0.14至0.16元 与预期相弱 可口可乐公司宣布 为因应疫情对消费需求造成的影响 公司将停产ZCO品牌椰子水 及樱桃口味建仪可乐等较不受欢迎的产品 可口可乐发言人表示 现阶段公司必须聚焦消费者 真正渴望且需要的产品 集中资源发展能大规模生产的品项 因此决定在年底前停产ZCO椰子水 其他可能停产的品项 还包括樱桃口味建仪可乐 使用甜橘糖的低卡可乐Coke Life 以及Northern Nack 江汁汽水等美国地区性汽水品牌 可口可乐在全球直接或间接经营的品牌 多达500个 但公司在8月份已宣布 将全球品牌数量缩减一半以上 是因应疫情所做的业务重整计划之一 市调机构数据显示 去年ZCO是全美第二大椰子水品牌 在零售店销售的市占率约8分20 但可口可乐表示 该品牌今年的市占率骤降至4% 原因包括Goya等低价椰子水品牌 抢占市场 商务部周二表示 美国8月份贸易逆差 要升5.9%至671亿美元 为2006年8月以来的最大逆差 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测的661亿美元 进出口分别来看 8月份的出口额为1719亿美元 比7月份多出36亿美元 而8月份的进口额为2390亿美元 比7月份多74亿美元 其中美中的贸易逆差下降6.7%至264亿美元 累计今年前8个月 美国的贸易逆差为4218亿美元 比去年1月至8月份增长了5.7% 今年美国经济自春季重启恢复之后 购买了更多的进口商品 但外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相对疲软 造成8月份贸易逆差 飙升至14年来的最大 表明贸易可能拖累 美国三季度的经济增长 随着美国大选倒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美股是更加的动荡不安 许多投资人担心大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但随着民调 赌盘与各种迹象都显示 拜登较有可能赢得此次选举 华尔街似乎也已经风向转变 开始呼吁投资人不用管选举的结果 要把焦点放在疫苗还有经济刺激凡上 高盛集团过去这周就推出了多份报告指出 拜登极有可能当选 而且强调他的当选对股市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主要是因为拜登将会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 可以抵消他的提高企业税的冲击 而华尔街也建议投资人此时要降低风险 做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而黄金金矿股也可以成为 投资人分散风险的投资标的 究竟选前10月份美股的走势风向如何 华尔街已经做好迎接选举结果了 准备吗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总统大选即将在11月3日举行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支持率 一直领先现任总统川普 且领先态势随着选举日的逼近日益明确 原本较为支持川普的华尔街 现在似乎转变风向 有多家投行已表示选举结果并不重要 相较于选举结果 投资人现在更关心的是疫苗以及刺激法案何时推出 高盛首席股票策略师David Costing 本周接受访问时表示 就民调和赌博数据而言 股市预期拜登将会胜选 投资人正以拜登顺选美国总统的预期 来为股市定家 不过比起总统大选 疫苗何时推出 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发展更为重要 我只想要详细的 fact that ultimately a vaccine is real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lection it's a medical problem that has disrupted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ultimately there needs to be a solution and the vaccine reall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the consensus expectation on the polls and the betting markets is that you're likely to get a blue wave result from the election and the market basically is pricing that so I think the market trades around this level if in fact that transpires and you get that kind of an outcome Costing认为 股市在大选后的表现 可能不会太过剧烈 因为拜登如果当选总统 其财政刺激措施的效果 可能会被他的提高企业税所抵消 不过拜登如顺选总统 何时提出加税政策 对于市场走势 则是至关重要 预计拜登政府将会采取 逐步提升的方法增税 可能会到2023年起 影响到企业盈利 此外高顺集团 在另外一份报告中也指出 美国疫情间的经济损失 并没有如预期严重 美国商界申请破产的案件 低于大流行前的水平 企业关门也已被证明 是暂时性的 且失业率也在急剧下降中 这对中期复苏的前景 是一个好兆头 高盛同时再度指出 疫苗即将问世 加上明年进一步的财政支持 预计都能使经济温定复苏 甚至出现更快速的复苏步伐 纽约梅隆银行的主任 市场策略师Liz Young表示 近期股市已不再反映 选举的不确定性 更关注刺激法案 何时可推行 她分析 通常选举年如果是预期 反对党当选 股市在9月与10月份 会表现疲弱 因此她认为 在选举前 美股会维持疲软走势 国家证券分析团队 也同意这样的论点 认为国会谈判僧局 对股市的影响更大 国家证券指出 美联储和经济学家 都不断提到 我们需要更多的财政政策刺激 随着拜登民调持续领先 华尔街现在不再关心 谁会赢得白宫 市场参与者认为 拜登入主白宫 加上民主党控制国会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财政刺激 因此多位分析师建议 投资人必须开始 多元化资产组合 将资金从科技股移出 转投入风险较低的市场 NBNG投资集团就建议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 黄金矿业股都正处于有利位置 因为NBNG认为 金矿股能从政府当局的刺激措施 以及总统大选前后 产生的混乱中持续受益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连线专访 天交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寡夫先生 请他来点评一下 美国在选前的最新发展 以及在当前的形势之下 投资建议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